好 又到了山海氣象的時間了 那明天天氣如何 要來請教氣象主播宜江 宜江請說 不管晴天雨天 原是氣象在你身邊 歡迎來到山海氣象的時間 大家晚安 我是宜江 這兩天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相信北台灣的朋友應該很有感 因為熟悉的濕冷天氣又回來了 尤其今天在新北石定一帶 清晨只有16.8度的低溫 而且到了明天這種適量的天氣還會持續 首先我們就透過衛星影圖一塊了解 那麼今天雖然萬一颱風已經逐漸減落消散了 但是台灣的附近水氣還是比較多的狀況 最主要就是因為颱風殘留的水氣 北台之後在華南這一帶形成了雲雨區 之後這些雲系移到了台灣的上空 雖然這些的水氣造成的雨是不會太大 但是這種毛毛雨下久了還是令人很頭痛 特別是在基隆北海岸 還有大台北的山區一帶降雨時間是比較長 而明天也是類似的天氣情況 包括在雲林以北以及東半部地區都很容易會下雨 而南部的山區地方也會有零星的飄雨機會 預估這樣的雨勢到了禮拜五之後 整體水氣會逐漸的減少 到了週末假期大家可以好好保衛一下 相對穩定的天氣狀況 但是因為最近真的是有感的轉涼 尤其今天全台的低溫都降到了20度以下 而至於未來的溫度變化 接著透過下一張圖卡一塊了解 那麼本週其實都是受到東北季風主導的天氣環境 圖卡上可以看到綠色這條是代表北部跟宜蘭地區 那麼華東地區是藍色這一條 那麼在中南部地區是紅色這一條曲線 那麼就這張圖卡的分析來看 可以看到在禮拜六之前 其實在北台灣地區的溫度都相當的涼忍 一整天都是在23度以下 而華東地區的高溫其實也是在24、25度左右 但是中南部地區看起來 重量是比其他地區比較溫暖一些 但是最低溫也會落在20度左右 那麼這一來一往的溫度差異 提醒大家要特別注意這個早晚的溫差變化 不過好消息是從禮拜五開始 中南部地區就會逐漸的來放晴了 溫度上也渴望會有比較明顯的回升 可以來到26度以上 但是北台灣的溫度基本上還是比較偏涼的 預估到了下個禮拜一之後呢 這個溫度才會逐漸的回歸到26度以上 也就是會回歸比較溫暖的天氣狀況囉 緊接著波羅裡頭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看山海氣象 首先看到屏東是自母南滿洲 最低溫19度最高溫來到27度 太武來一春日也是多雲到晴的天氣 17度到27度之間 三地門霧台馬甲最低溫降到16度 高溫來到27度 高雄的原鄉地區最低溫 1度最高溫來到26度 加以阿里山11度到25度有五成的降雨機會 南投原鄉地區最低溫降到8度到9度 高溫來到25度 台中和平地區是2度到24度之間 苗栗南庄石潭泰安是多雲到晴天氣 14度到22度 新竹關西間屬逢遙游力 短暫震雨是1度到22度之間 新北烏來桃園復興 有7到8成的降雨機會 高溫都來到20度 宜蘭大同南澳地區 16度到22度有8成的降雨機會 華臉新城華臨市集安是多雲的天氣 21度到25度 壽林及萬榮地區有8成的降雨機會 14度到25度之間 壽峰峰冰19度到24度 有5到8成降雨機會 峰陵光復及瑞水 最低溫19度 最高溫來到24度 灼溪玉里富里最低溫降到8度 在灼溪高溫來到23度 長濱城宮東河地區 是21度到26度之間 赤上觀山海端 沿平多雲的天氣 最低溫15度 在海端高溫來到25度 陸也台東市北南 有陽光露臉19度到26度之間 南回地區最低溫16度 最高溫來到26度 南嶼地區22到25度之間 最後來到外島廉江金門澎湖 最低溫17度 最高溫來到23度 好 最後未來的天氣變化 也統整給大家 明天持續受到 華南的水氣影響 其實在北部 跟宜蘭地區 依舊是比較 濕涼的天氣狀況 不過好在天氣是 先濕後乾 從禮拜五開始 慢慢就會由南 而北慢慢地好轉這個天氣 而最後不只是恢復穩定 到了中溫假期 溫度上也會逐漸地回升 但基本上到了入夜之後 還有清晨 還是比較偏涼冷的狀況 所以大家保暖的衣服 還是要穿好穿滿 不要著涼感冒了 最後明天的東北風 還是非常的強勁 在台南以北跟東半部的沿海 風強浪大的狀況 建議大家可以的話 就盡量減少海邊跟海上活動囉 而以上是這一節的奇想預報 再把時間交還給UMAS